口罩實名制剛上路時,一照難求,排隊成了全民運動 台中市府推口罩地圖,庫存多少,螢幕了然 現在更新增功能 台中市口罩地圖結合了導航的功能 我們可以看到螢幕上,離我們最近的藥局 上面有260個全人口罩的庫存量 那點開之後,上面有地圖導航四個字 那我們就來實測說 這個導航的路徑以及庫存量到底準不準確 不僅庫存量吻合,就連路線都和導航軟體一模一樣 是最短路徑 除此之外,還新增了每一間藥局的 營業時間以及排隊買口罩的特殊標準 點開地圖上的藥局 清楚看到全人和兒童口罩的庫存量 現在還新增了地址,營業時間 甚至是特殊的販售規則 像是要不要領號碼牌或是直接排隊販售都一清二楚 陶庫市府更新口罩地圖一共有三個部分 結合導航程式,行責藥局的營業時間販售規則 還將更新時間從五分鐘縮短為三十秒 民眾封牆口罩 但衛福部日前請柚子醫師拍廣告 甚至是行政院發言人都說 健康的人搭乘公共運輸工具 不必戴口罩 現在卻悄悄轉彎 民眾到底戴不戴口罩 隨著新冠肺炎病例不斷增加 政府的態度也180度大轉彎 記者程式院張志凱台中報導